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都是用什么呀 二位语 二位或 二位亦或 是不是左一又矶啊 又温暖算来实现的呀 但咱们学了位段之后 你可以通过结构体 去操作某一个字节的某一位 明白没有啊 某一个字节的某一位 那也就是说什么是位段呀 以位为单位的成员 称之为位段 也就是说是结构体的成员式位段呀 什么样的成员呀 以位为单位的这个成员 是不是啊 好 大家抬头看 这一个结构体类型的定义哈 你看 这个结构体类型定义的时候 Issand Inter A 是不是一个成员呀 默认情况下 是不是这个五符号整形的成员 应该占四个字节呀 但是在定义的时候 在这个成员名后边 加个冒号加个数的话 大家注意 它就变成了一个位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A这一个成员 是以位为单位来表示 表示它的 G A这个成员占几位呀 两位 一个字节是几位呀 一个字节是不是八位 八个B他 是不是啊 一个字节是八位 那A呢只占了两位 也就是说A的大小 其实连一个字节都没够 明白没有啊 那B占六位 C占四位 D占四位 然后定一个I 那它在内存当中 其实分配的时候 是这样的哈 A占两位 B占六位 C占四位 D占四位嘛 加起来是不是 正好是多少位啊 16位 16位是不是正好 是两字节呀 那再给结构体 变量分配 这是结构体变量data嘛 在给它分配内存的时候 因为最大的那个成员 是不是整形的呀 无法整形的 所以说以四字节为单位 开拼内存 开拼四个字节 前两个字节 是不是采放ABCD呀 明白没有啊 中间两个字节 是不是被浪费了 因为I的起始地址 必须是四个倍数嘛 是不是 这两四个字节当中采放I 明白了没有啊 好 所以说呢 这个data占几个字节呀 data占几个字节 是不是八个字节 前两个字节采ABCD嘛 正好是16位 是不是啊 中间浪费两个字节 然后再开辟四个字节采放I 明白了吧 好 所以说呢 它应该是占八个字节 明白吧 占八个字节 那是不是八个字节呀 是不是八个字节呀 咱们去验证一下好不好 验证一下 按照咱们刚才的说法的话 这个data是不是八字节 你去data的地址和I的地址 去看一下哈 同学们 你看刚才咱们画的时候 前四个字节当中的 前两个字节 是不是采放ABCD啊 接下来是不是采放I 是不是啊 同学们 接下来采放I 是不是 那data的起始地址 是不是在这呢 那I的起始地址 是不是在这 这两个地址 应该差几个字节啊 是不是差四个字节啊 data的大小 应该是八字节 是不是同学们啊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啊哈 没有就是 У вам 就像一下 就像一下 那motor 大家抬头看 是不是结构体 变量的大小是8字节 然后是不是 两个结构体的70地址 和I的70地址是不是 差4字节 DF0 大家注意 人家说我可不可以取这一个 Data的A的地址 我可不可以取谁的地址 答应一下 Data的B的地址答应一下 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B是不是都有可能 不够一个字节 是不是同学们 咱们讲指账的时候 讲地址的时候咱们讲过 地址编号是以字节为单位的 那个编号 但连一个字节是不是都不够 他肯定不能给他分配一个地址编号 所以说 4月元当中规定 你就不能对未断成员取地址 明白了没有 不能对未断成员取地址 因为他可能不够一个字节 地址编号都是以字节为单位去那个啥子 即便是你够一个字节了 你也不能对他进行取地址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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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点注意哈 那什么是未断呀 是不是以未为单位的成员是未断 像ABCD这4个成员 他们就被称之为什么呀 未断 是以未为单位 以多少位 未单位表示的成员 是不是同学们 好 了解一下哈 这个代码呢 咱们就先不让你敲了 你一会再去敲吧 好吧 那这个搞定了之后呢 咱们需要未断需要注意的地方 123 有好多注意点哈 45 是不是有6 是不是有好多注意点呀 咱们把这6个注意点 给大家讲一下哈 好 第一 对未断成员的引用如下 是不是我data 是不是有A这个成员呀 那用的时候data点A 是不是就可以呀 和普通的结构体成员的引用方法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呀 明白没有啊 你用2去给他复制可以 A占几位呀 A占两位嘛 2的话是不是10 要说 如果未断成员A定义 为两位 他只占两位嘛 然后他最大值只能保存减啊 3 G11嘛 他只能保存00 01 10 11 是不是同学们 明白 好 这一点需要注意哈 如果说你用5去给data点A复制的话 5是什么呀 同学们 5是不是101呀 他会用5的d两位 去给这个A这个成员复制 明白没有啊 因为他A只有两位嘛 你5是不是最少第三位才能表示表示5呀 是不是啊 二斤志哈 所以说呢 他会用d位去 d两位去给这个A这个成员复制哈 注意 未断成员的类型 必须指定为整形或者字符形 也就是说 这个类型啊 如果你这一个成员是个位段的话 只能是有符号或者无符号的日符形 短整形整形和长整形 绝对不能是什么呀 float和搭道型的 明白没有啊 没有float型和搭道型的位段 明白 没有float和搭道型的位段成员哈 第三 一个位段必须采放在一个存储单元当中 不能跨两个单元采放 当第一个单元容量不下一个位段的时候 该空间不用 而是从下一个存储单元采放位段 这个位段的存储单元 大家注意哈 字符形的位段 它的存储单元是一字节 计什么呀 你叉型的位段 不能跨一字节存储 明白没有啊 不能跨一字节存储 短整形的位段 存储单元是两字节 计什么呀 你如果你这个位段成员是 少腿印这个类型的话 你不能跨两字节存储呀 整形和长整形都是 它那个位段的存储单元是四字节 计什么呀 你整形和长整形的位段 它的那一个位段成员 是不能跨四字节存储的 举个例子吧 大家看头看这个例子 那在这一个结构体类型当中 我有三个位段成员吧 A站7位 B站7位 C站两位 7加7加2 是不是应该是14加2 是不是16啊 是不是正好是两字节的那个位数 和应该是正好是两字节的那个位数 16位啊 按理说这个temp是不是应该是占什么呀 两个字节啊 但是有上边这个规则之后 那它就不是两字节了 为什么呀 你看 它开辟一个字节 是不是以一字节为单位开辟内存呀 是不是先采放7位 是不是采放A啊 那接下来B站7位 那咱们说 这浮行的位段 是不能不能跨一字节存储吧 你不能说B的那一位从这开始采 它是什么呀 不能跨一字节存储 所以说B是不是也只能干嘛呀 是不是在 B是不是完全只能采放在第二个字节当中呀 是不是同学们 然后注意 C是不是占两位 是不是 这一个字节只剩一位了 是不是C也不能跨团图代表传储 所以说只能给C干嘛呀 再开辟两位 一个字节 它C是不是占两位啊 剩下的六位浪费 也就是说 如果说TEMP 咱们去测TEMP的大小 如果测出TEMP的大小 结果是减三的话 这三个字节的话 就验证了咱们的说法 位段 是不是不能跨其存储单元存储 字符型的位段 不能跨一字节存储 明白没有 明白 如果A的存的话 是不是正好是TEMP的大小是两字节 如果按咱们的说法的话 是不是不能跨存储单元存储 中间浪费了两位 是不是这个TEMP就应该占三字节 好咱们看一下啊 A的存储正好是16位 两字节 那不能跨存储单元存储的话 是不是它就应该是三字节了呀 好看一下啊 772 看这个TEMP到底是占多少个字节 好稍等一下 好 看一下啊 走 哎 哎 没粘贴吗 哦 粘错了 不好意思啊 应该粘这个 刚才没 没拷贝吗 好 稍等哈 是这一个 好 大家在头看哈 到底是探谱 到底是两字节 还是三字节 是不是三个字节呀 验证了咱们的说法 日服型的位段 不能跨一字节层储呀 转种型的位段 不能跨其层储单元 两字节层储吧 不能跨两字节层储 明白明白 好了哈 这一点需要注意 一会你可以去 敲代码去验证一下 注意是不是不能取 探谱的B的地址呀 因为他这一个是什么呀 是不是 他可能不够一个字节 不能取位段成员的地址 是不是啊 好了哈 那 位段的长度 注意第四点重一点哈 位段的长度 不能大于其存储单元的长度 什么意思呢 自服型的位段 不能大于八位 短整形的位段长度 不能大于十六位 整形 长整形的位段 不能大于什么呀 32位 明白了没有啊 明白 好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还是这个例子吧 然后你看 A是不是自服型的位段 咱们设成了一个九啊 是不是啊 九位 那你这个自服型的变量 总共才八位 你这个位段就占了九位 是不是 它就不对了呀 不允许这样了呀 那咱们随便找一个代码 试一下吧 B24.C吧 好 那这个 改成九 你看我再编译的时候 它就干嘛呀 是报错了呀 它告诉我 这一行怎么着呀 A的宽度 超过它自身的类型了呀 第四服型的位段 不能大于八位啊 是不是 同学们 短整形的位段 不能大于十六位 注意一下啊 这会报错的 是不是啊 好 这是第四点 注意点 编译特区会出错 是不是啊 位段A呢 不能大于其存储单元的大小 不能大于一字节 短整形的位段 不能大于十六位 是不是啊 是吧 好 那第五 第五个知识点 需要注意的 如果一个位段 要从另外一个 采数单元采放 咱们可以这样 那你们看 我定一个位段 A站一位 B站两位 哎 你看这个地方 同学们 是不是这一个 比较特殊呀 他你说 他是位段吗 他是不是没有名字 他后边 还有一个冒号零 是不是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哎 下一个位段 这个C 从另外一个 存储单元 存放 如果没有这一行的话 同学们 ABC是不是一个字节 就能存得开呀 八位是不是就能存得开 然后你加了这一个之后呢 他就什么要求呀 你开辟一个字节之后 A站一位嘛 B是不是站两位啊 剩下五位 是不是浪费 然后C呢 再开辟一个字节 是不是 C是不是站三位 是不是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类型的结构体 电量是不是就应该站两字节了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好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例子 咱们这样 咱们先把这一行 剪切掉 那这样的话 ABC是不是 一位两位三位 是不是不够一字节 是六位不够一字节 那TEMP的大小 应该是什么呀 一啊 是不是同学们 好 看一下 CCC 立二五点C 然后 干欧 立二五 立二五 好 是不是一个字节呀 但是加了这一句 大家注意 加了这一句呢 是不是意思就是 C不能传放在那一个字节当中了 你得传放在下一个传输单元 下一个字节当中呀 那是不是TEMP就站两字节了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好 看一下 是吧 那 这句话的意思 冒号零这样的位端 意思就是下一个位端成员 你的 传放在下一个存储单元当中 明白没啊 好 了解一下啊 可以定义无意义的位端 大家看头看 这个例子 A站一位 是不是B站三位啊 中间这一个你看 来一个冒号加一个数啊 那他又没有位端 位端的名字 明白没啊 那这两位相对于就被什么呀 浪费了 明白没啊 这两位就被浪费了 明白 无意义的位端 你没有位端名字 你没法用它嘛 是不是啊 就被浪费了 但是这一个不是 这一个是冒号零 是是是下一个位端 位端成员 是不是采放在下一个存储单元当中呀 那冒号加一个数的话 零以外的数的话 是不是就是 意思就是浪费几位啊 是不是同学们 你没法用这个位端 因为没有位端名称呀 是不是啊 好 那接下来讲一下位端的应用啊 位端的应用啊 你看哈 它可以进行位操作呀 你看我这一个结构体类型 定一个结构体在了TAMP 它有几个位端呀 就八个位端 那我就算没可以进行位操作了 通过位端 是不是给某一位复制就行了呀 是不是同学们 哎 然后定一个结构体变量TAMP 我定一个差心批零 咱们可以认为它是个集团器 好不好 你暂时认为它是个集团器吧 咱模拟集团器好吧 单配五一单配 批零集团器啊 模拟一下 用字符形的变量模拟一下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用0x01去给P0复制啊 那P0的值是不是就0000001呀 是不是同学们 然后呢 咱们可以怎么样啊 就是说 TAMP因为是个全局变量嘛 是不是同学们啊 它的八位是不是默认都是0啊 我想给最低位复成1怎么复1啊 因为A是最低位嘛 最开始的自己 那个地质编号最小嘛 是不是啊 先存A嘛 然后TAMP点A 是不是等于1就可以了呀 那那个 那个最低位是不是就变成1了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什么呀 TAMP这个结构体变量当中 你这么复制的话 是不是TAMP这个结构体变量的八位 是不是也变成了什么呀 是不是00000什么呀 1呀 是不是同学们 然后呢 咱们可以用TAMP是不是 P0是不是占1字结啊 我TAMP是不是也是1字结啊 是不是同学们 八位1字结嘛 我可以用TAMP给P0复制吗 不行 为什么呀 类型不匹配 因为我TAMP是不是一个结构体变量 然后我给字符性变量 类型不匹配的 编译报错 他说没关系 涛哥 我可以这样 我把TAMP强制转化成字符型的 给P0复制 可不可以啊 还是不行 错的 编译器不允许将结构体变量 强制转化成基本类型的 你可以把字符型的 强制转化成整型的 把整型的 强制转化成字符型的 你可以把 float型的 强制转化成整型的 但是你是不能把结构体 构造类型的数据 强制转化成 基本类型的 是不允许的 是不是 同学们 明白吧 明白哈 那怎么办呀 是不是 同学们 那怎么搞呀 哎 怎么办 是吧 怎么办 曲线救国吗 怎么个曲线救国法呀 你看看哈 可以这样 去 特朗普的地址 结构体指针呀 是不是啊 你无论什么类型的指针 他们都是指针 指针之间是不是类型 可以相互转化呀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结构体指针 强制转化成字符指针 这个是允许的 明白没有 那个特朗普指针 是不是就指向了 那个结构体来 然后取情法 取一个字节出来 给批铃复制 是允许的 明白没有 咱们是不是就实现了 曲线救国呀 是不是同学们 哎 那这就是未断 你看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结构体 打点加成员 未断成员 是不是操作某一位了呀 明白没有 操作某一位了啊 进行未操作 是不是啊 是允许的 那这一点呢 这两个指示点 你注意 我要不说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指示点 是不是啊 不能将构造类型 强制转化成什么呀 基本类型的 明白没有 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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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允许的